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35808平方公里 距离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约180公里 横跨台湾海峡 其北陵东海 东陵菲律宾海 南陵旅宋海峡 西南陵南海 较小的岛屿包括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 中国沿海附近的金门 马祖和乌丘岛 以及南海的一些岛屿 主岛是一个倾斜的断层 其特点是东部三分之二主要由平行于东海岸的五个崎岖山脉组成 而西部三分之二平坦至平缓起伏的平原 台湾的大部分人口居住 有几座山峰超过3500米 最高的是3952米的玉山 使台湾成为世界第四高的岛屿 形成这些山脉的构造边界仍然活跃 岛上经历了许多地震 其中一些地震具有高度破坏性 台湾海峡还有许多活的海底火山 打扰一下 如果您来自台湾 请发表评论 台湾有四个陆地生态区 建南亚热带长绿林 南海诸岛 南台湾季风雨林和台湾亚热带长绿林 东部山区森林茂密 是各种野生动物的家园 而西部和北部低地的土地利用秘籍 该国2019年森林景观完整性指数平均得分为6 十分之38 在全球172个国家中排名第76位 台湾位于北回归线上 总体气候属热带海洋性气候 北部和中部为亚热带 南部为热带 山区为温带 该岛的平均降雨量为每年2600毫米 雨季于5月和6月的夏季东亚季风同时出现 从6月到9月 整个岛屿都会经历炎热潮湿的天气 台风在7月 8月和9月最为常见 冬季 11月至次年3月 东北部持续降雨 而岛中部和南部地区则以晴天为主 大巴尖山入选台湾摆风之一台湾岛位于西部和北部的杨子板块 东北部的冲绳板块和东部和南部的菲律宾移动带之间的复杂构造区 岛上地壳的上部主要由一系列地体组成 主要是由欧雅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前身碰撞而形成的古老岛湖 由于欧雅板块的一部分在俯冲到菲律宾海板块的残余物下方时发生分离 这些区域进一步抬升 这一过程使台湾下方的地壳更加福利 台湾东部和南部是由履宋火山湖的北履宋海槽部分 与华南之间的活跃碰撞形成的复杂带系统 也是该区域的一部分 履宋湖的增生部分和履宋前湖形成分别是台湾东部沿海山脉和平行内陆纵谷 台湾的主要地震断层对应于不同地体之间的不同缝河带 这些在岛上的历史上产生了大地震 1999年9月21日 一场名为921地震的7.3级地震造成2400多人死亡 美国地质调查局为台湾绘制的地震灾害地图显示 该岛十分之九处于最高等级最危险 谢谢收听 请订阅最好的地图 并为台湾的爱 请订阅最好的地图